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是一位朋友给我发邮件 去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从这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 他把他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事情说给我 听之后我就是特别的感同身受 因为真正每一个老百姓 他的酸甜苦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 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我看了之后我这非常有感触 在这里我可以把他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在这里我已经是征集了他的同意 必要的个人信息我都已经是隐藏了 这对于他个人也不会带来困扰 咱们可以打开这么一个他发给我的 我略做修改之后可以看一下 他说他是今年已经是30岁了 儿立之年了 他说他很焦虑 他首先他跟我说的是一个 他每年需要开销多少钱 这里车贷加油房贷 一个娃娃商业儿园 老婆固定零花钱 然后每年的固定的开支是15万6000多人民币 就是说这还不含生活开支 这基本开支还不含生活开支 不含养孩子的费用 还不含人情世故 这都需要15万6000 如果说这都算上的话 一年没有20万就赚不动 就是说在国内这么一个也算是一个小中产了 一年就是说开销能消费20万 算是一个小中产了 他说他现在30岁真的是不想干了 想提前退休 真的国内那种生活环境催人老 他说但是你得考虑一下 这个娃娃得健康不得病 老人不生病 自己头头脑热不用去医院 去了医院偷偷拍个片子 检查就要千八百的 是吧 他现在普通人上班一个月 他赚多少钱 35001万 这是普通人 他比普通人生活还好了 他每个月还能够 还有能力去消费1万多 这里又说到一个医院的问题 马上咱们一块讲 他就特别害怕生病 因为他的爷爷去年因为癌去世了 查出来就是晚期 然后他爷爷跟他说不治了 钱留给他 省着点话 日子以后还能过 这个是癌治不好 治好的不是癌 化疗 化疗 化疗既痛苦又费钱 而且化疗也是治不好 这里又提到了一个中国的医疗的问题 对于癌症 我之前我都说过了 在很久之前 几十年前 其实就有科学家已经找到治疗癌症的药物了 但是他莫名其妙的死了 这里就想着细思极恐了 这医疗咱们顺带说一说 他就这里又讲到了一个什么 想到他从他爷爷到他爸爸到他这三代人 这努力能致富吗 勤劳能致富吗 是吧 这又聊到了一个关于你努不努力的问题 你努力能不能成功的问题 他说我爷爷本本分分啊 是农民啊 一辈子是吧 搅公粮啊 种地啊 就是计公分啊 做了一辈子贡献 然后呢 就是说最后也是一个病死 没钱看病病死啊 折磨至死 是吧 这里说了一个啊 农村的老人 基本上是小病自我康复 大病自我了断啊 老百姓就是这样 啊 这里说到一个物价的问题啊 说完了医疗说物价 今年的煤特别贵 对 今年的煤特别贵 前一段时间行为也没少看吧 涨了好几倍啊 老家农村啊 地理纳点收入 老百姓根本不舍得烧煤啊 这是一个物价 说了医疗说了物价啊 啊 然后还说了什么呢 还说一个这个房子的问题啊 他说他现在的房子是举家7个钱包买的这个房 还涉及一些还涉及个一房多卖啊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这个开发商啊 把他这个房子好像是啊 因为自己这个手续不全呢 啊啊 资金啊不资金啊 也也不能回笼啊 就是搞什么一房多卖啊 他这个商品房预售手续费 不全没有房产证啊 开发商当时资金不够多啊 然后就是说为了套利 把房子抵押出去凑钱 那就是一房多卖了吗 结果这个开发商干培本了 倒闭了啊 满屁股的债是吧 现在是开发商的债主要拍卖他的房 但是他这个房已经是付了钱的房 对不对 这就不是比较扯了吗 如果说这样是在国外的话 遇到这种情况 你完全就可以住着不走 你一辈子住着都没事 国外不是就是说去保护这些弱者群体吗 但是国内可能就很麻烦啊 就是说开发商的债主要拍卖他的房 然后呢他也找过各种部门 新访办住建局啊 房屋产权局法院以及政府维权 是吧 这就是说然后说完房地产啊 这又说到了一个维权的问题 他也上访啊 然后这个政府的态度啊 对他是挨打不理 给你甩脸子威胁你啊 人民公仆我呸人民公仆我来你 就是脑补一下他当时打这个负责画面 还人民公仆我呸啊 是吧 反正就是让人寒心啊 后来这个事情他也就不管了 就是这个房子 你们谁爱拍你就拍 反正我住着呢 有能耐就拍 你来找我让我搬家 我就跟你拼命 爱他打的就不管了 对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应该横起来啊 这个这个可跟那些政治没关系啊 这个可跟什么国家稳定没关系啊 这是我的房子 我住的好好的 我交了钱了啊 你是吧 让我搬家 我不跟你拼命啊 辛辛苦苦一辈子 凑了7个钱包买了个房子 还让人还派人家的房子 让人搬家是吧 这又讲了一个关于房子的问题 你看看 这位朋友他给我这么写了一封邮件 讲述他的生活 这这才讲一半 这就有多少让人心酸的事了啊 然后这又讲到他自己创业的问题啊 又讲到一个经济的问题啊 当然了他的精神压力也是比较大啊 然后呢 他就想可能是这一段时间啊 这个这两年赚钱比较困难 利润低啊 风险高 是吧 他还是白手起家开了一家工夫 以及小型五金制品厂啊 应该就是啊 一个工夫一个工厂 由于这两年这个事啊 这个不可描述啊 利润低下 腐败成风 官僚横行 你看他的用词啊 出口也算是出口成章了啊 腐败横行 官僚横行 是吧 吃拿卡要比较严重啊 入不服出啊 这真的我挺佩服这位朋友的这个文笔的 这一句话这么多成语啊 所以工厂倒闭了啊 他他还经常被这些啊 监管部门税务局工商局市场监管局 环保局是吧 这就是各种这这就是总结一句话 这就是牛鬼蛇神啊 各种粮各种理由的就是说罚款 就是其实就敲诈 最后他干脆是每一位都打脸到位 花费不少啊 这说出了这么一个经济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个家庭问题也可以说一说 反正我估计他老婆也不会犯有我啊 也不会看到这个节目啊 说他说他老婆呢 36岁比他大6岁啊 他老婆也不懂生意里边的事儿 也不懂这个官场的那一套人群事故啊 这位朋友本来想着哎 女大三抱金砖 哎 女的比他大6岁 这是抱两块金砖呢 是吧 想着多多少少能够体贴一下 能够疼人呢 疼人对不对 是吧 女的大的知道疼人 结果呢 哎 结果换来的是不理解和信任危机啊 男人嘛 是吧 必须得工作 必须得养家 这是每一个男人应该扛起的责任 是吧 没问题 工作繁忙 对外应徒多 是吧 老婆还经常跟他耍脾气啊 这个他基本上是忙完外面的事情 有时候晚上7点了还要开车回家 买菜做饭刷碗 哎呀 这一点我是挺同情这位哥们儿了 你在外走上班回家 你还要买菜做饭刷碗啊 他说老婆被他灌的不像样 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啊 我付出这么多 他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跟你说我心里就是哎呀 哥们啊 说的真的是说到我心态里去了 其实在中国的那些80后的女的呀 都是被灌的 我跟你讲真的 真的是被灌的 如果说有女观众 你不要对抗入座啊 你要是对抗入座 那就是你的问题啊 因为确实现在中国大陆这边80后 80后总觉得男的欠他的 女灵后呢 也是觉得应该花男人的钱啊 但是90后的女的觉得是吧 花男人的钱就要啊 就要照顾一下男人的情绪 就要伺候一下男人 这90后 00后呢 反而00后 反而是什么样的观点 是吧 男女平等啊 是吧 我可以花你的钱 你也可以花我的钱 是吧 就算是一块上床滚床单了 这谁都不欠谁的 是吧 我躺在床上你运动了 是吧 你还受累了呢 是吧 我也愉悦了 这是80后90后 这00后的女孩子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没法比啊 80后的女孩子最难伺候 提到这里我多说两句啊 他说我他老婆啊 怎么问他说赚多少钱啊 给不给他钱啊 然后我跟他讲没赚钱 他还不信啊 他说你天天在外的忙啊 公司工厂豪车天天下馆子 还说没有钱 然后又开始撒泼胡闹 最后还经常对我进行啊 言语污辱骂 他说你买的奔驰车那不是钱吗 我说那是生意需要 如果不显得有实力啊 你去进货原材料 人家都不赦账不赦给你 不挂你的账 你的订单就没法生产 这真的这说的也是大实话啊 你去进货 你要是开个奔驰车去 别人高看你两眼啊 你要说这两天这个资金稍微需要 我周转一下 我我两天给你钱 人家看你一辆奔驰车也值个几十万 说那行啊 你这个什么 这这真的是很现实的 你要是开着下列也是吧 你去去设账 你很难设账的啊 在国内做生意 有时候真的是为了生存 你必须得大肿脸充胖子 你得开一台好车去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嘛 就是他老婆呢也是不理解啊 然后就是说 哎 还说是跟他还受受苦受罪了啊 一个月生活费都飙到1万多人民币了 还说我跟着你受苦受罪了 你想想 这话谁听了心里舒服 哪个男的 比方说任何一个男的 是吧 赚的钱啊 比别人普通收入都高了 嗯 就就就比方说 比方说我啊 就举例 假如啊 我我生我赚的钱 确实比别人打工的要多那么一点啊 如果说我老婆要是说我跟你说我受累了 我心里我我不难受啊 我也难受啊 所以说他说这句话听的 是很难受很不适滋味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就是说你对于老婆 他是你最亲近的人 天天做什么 你都看在眼里 你还觉得跟他过着这么委屈了受罪了 是吧 他觉得这位朋友觉得很委屈很无助 我我十分能够理解 我是90分99分能够理解啊 这是讲到他的家庭感情生活问题啊 同时这位朋友呢 他也是啊 之前也玩过这个数字货币 他说亏损极大具体不谈了啊 穷人就是这样 因为穷 玩不起怕失败 是这样啊 虽然说我自己我玩这个数字货币 我也是给我的朋友们打预防针了 不要玩合约啊 我玩合约 我是亏了钱的啊 我也涨记性了 现在踏踏实实录现货啊 然后就是说现在 然后又聊到一个整体的大环境啊 就是他感觉从13年到现在生意是一年比一年难做 这就是大环境嘛 政治环境嘛 13年什么时候 习近平掌权 习近平上台 是吧 那时候开始生意就一年比一年难做了 他说他自己 嗯 说学历低没读过书 读完小学就不上了啊 十四岁还出过严重的车祸抢了一条命 然后就没上学了啊 他说现在恢复的不错啊 他说就是这些年感觉自己也成为一个 从一个纯真的刚正不阿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八面玲珑 阿谀缠媚的伪君子 其实心里还其实还他还是蛮有才的啊 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表面做一套啊 事业的低俗啊 事业的低谷与婚姻的危机 加上一直身心与精神多年处于高压之下的肉体压健康的我 近期在多重打压之下差一点倒下 呃 这跟我前两个星期之前的状态差不多啊 因为我最近这五年六年 我也是一直处在一个高压状态 自从我当爹以后啊 我几乎没有一天能够轻松的过的 我每天心里想着就是两个字啊 生存啊 犹如啊 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前天开车也差点出车祸啊 他说啊 这个夜市人间的时候得反省自己 这些年付出了这么多艰辛与努力 到底收获了什么啊 收获了什么 收获的是一地鸡毛和对事物 对社会对人性以及人心的洞悉 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变化与命运的 无情啊 说过什么 就是发现自己的渺小像蚂蚁一样啊 这里说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荒之下 每个人的命运卑微可叹可泣啊 他爷爷小时候一辈子啊 没改变命运啊 老爷爷啊 那是他爷爷爷的爸爸啊 然后爷爷做了一辈子农民也没改变阶层 父亲做了半辈子农民工也没改变阶层 是吧 他反复折腾几次创业后发现社会的共性 满朝文武接律卡半壁江山藏红颜 现在我也很想当官 因为我也很想做土皇帝 父从政子从商这样来钱最快 从来都是踏着历史的巨轮重复着过去的悲剧 我时常想贫穷而不是啊 我时常想贫穷不是因为勤劳 而是因为口袋伸进来的手太多啊 口袋伸进来的手太多 是啊 如果说他家里面不是这么大的开销 他可能活的也是蛮滋润的啊 如果说他不结婚 他自己赚钱自己花 那应该也是蛮潇洒的啊 但是他就是当男人扛起一个家庭责任的时候 真的是你咬紧牙啊 被生活拿着鞭子抽你还不能够哼哼 这就是男人男人的心胸都是委屈称大的 我十分能够理解啊 他想这个穷人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翻身啊 他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这三点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第一个充熟晚啊 大多数要到30岁才能够明白社会运行逻辑和人性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只找到家只是掌握一些生存技巧而已 穷人的孩子要运要明白社会的运行逻辑跟人性 那是很慢的啊 相反那些什么官场的啊有钱人的 他们可以更早的见世面 就能够更早的去了解这个社会怎么运行的 能够更早的去洞察人心啊 这第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承受啊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这个建设性的指导啊 一个几代人穷而且老实的家庭 30岁以前最大的足利来自于自己的家人 他们没有足够的认知层次和人脉去给孩子引导和帮助 甚至由于惧怕不确定性而否认你的改变帮了倒忙 对啊 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啊 我的父母也没文化呀 我的父母从小教育我就是说啊 找个稳定的工作 最好能够进机关单位吃个大锅饭啊 然后就是踏踏实实工作啊 不要老是辞职 结果越是害怕这种不确定性 你就越没法成长啊 所以说就是他们的家庭没有能没有这个认知层次去给他指出啊给指引跟帮助啊 所以说只能够帮到吗 所以说当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拦着啊 知道吧 第三是没有设错的资本啊 说的非常好 就是没有设错的资本啊 有孩子的可以不断的设错 我都想了 如果说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啊 假如说以后我有钱了 我还饿是吧 他就可以不用去打工 我可以跟他说啊 我先给你2万欧元 你先去尝试最两小生意啊 如果说你要是失败了 那你得惩罚一下自己啊 你比方说你踏踏实实去啊 学习一门技术 或者说你踏踏实实你去啊 端半年盘子 你得去惩罚一下自己啊 然后再过了一年之后 我再跟你投2万 你再去做生意啊 你再失败了 再过一年我给你投5万 你再去做生意啊 再过一年你再失败了 我给你投10万做生意 是吧 他每失败一次 他总会去积累一些经验 这就是涉错的资本啊 这就是涉错的资本啊 现在有很多那些什么80后90后啊 90后00后的创业者 现在都冒出来了 为什么有时候他们就是 因为有资源有钱 他们可以创业 创业一次失败了 可以创业第二次 王思聪他自己他不创业吗 不是搞游戏吗 是吧 想自己打游戏 干脆我自己去开发游戏 有钱嘛 小目标一个亿嘛 人家有试错的资本 你求人家的孩子 你怎么去试错 你试错一次 可能你几年 十年八年都翻不了身 你没有试错的资本啊 然后讲到最后啊 说真心话啊 我真的不想让孩子再走一遍 我的老路 还有那些奴役人的教育 和那些虚假的知识和丑陋的嘴脸 丑陋的嘴脸 这句话也说到我心里去了啊 是吧 我为什么出国啊 我孩子还没断奶呢 我一个人我就出国了 我每天我想孩子想到半夜泪失诊 睡到半夜想孩子想到睡梦中 眼泪就从眼角流到枕头上来了 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么一个骨肉分离之苦 我要来到国外去 我就是要不要让我的孩子 再走一遍我的老路 不要让我的孩子 再经历过那奴役人的教育 还有那些虚假的嘴脸啊 虽然说在这边确实有些东西 你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慢慢适应起 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 我都我觉得这都是值值的啊 最后该总结了 这操仗的社会 虚伪的政府以及世界的不公啊 天地不仁以让物以万物为出口啊 我既然无力去改变 也就只能够灰溜溜的逃走啊 只要能开放边境啊 只要能够出境啊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然后去美国 毕竟那边的生活压力小 抱团养老 开启新的生活篇章啊 后面就不说了吧 后面就是说他的亲戚朋友啊 又说到一个这个宗族关系 亲情关系哪有什么亲情啊 是吧 什么亲情友情啊 友情这些我都看淡了 想当年我出国的时候 我所有的朋友 包括我的亲人啊 除了我哥给我拿了5000人民币 然后其他的钱要么是我在网上贷款贷的 贷了几万块 然后就是两个网友借了我3万块啊 然后就是去走程序吗 我然后我才跑出来的啊 算了 这说起来都是眼泪啊 总而言之啊 这个朋友啊 想一想他的生活经历 他还是一个小中产哦 自己有生意啊 一年还能赚个几十万 日子的过程这样 生活压力啊 是吧 一个普通老百姓啊 他的应见生活还比别人好一点 你看一看这个医疗的问题啊 家庭的问题 生意的问题啊 这个教育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他说了这么多 真的是 他其实蛮有才华的 他这个语言组织能力很强啊 如果说他要是好好再去上学 经过一个啊 有名师啊 有好的老师指导的话 他肯定能够在其他的领域 能够有所建树的 就从这一篇 他的这个自自我经历的描述啊 条理非常清晰啊 看了之后特别感同身受 哎呀 今天就讲这么一个事啊 真的国内生活的人 他还算是比较好的呢 那还有很多不好的呢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聊这么多